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宋朝时期,成化府有一个叫甘铁柱的富商 长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傍 妻子苏氏貌美如花,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小夫妻如娇似妻,恩爱有家,可成亲三年 一直没有一儿半女,甘铁柱的父母看着别人抱孙子就很眼红 一直催促他那一房小妾,也好为甘家延续香火 苏氏尽管不愿意把丈夫的爱封给别人 但他没有为丈夫生下孩子 心中有愧,也一直劝说丈夫那妾 甘铁柱说道,我这一辈子只爱你一人 我的心里装的都是你,再也容不下任何人了 苏氏说道,相公待我不保 可我没有为你生下一儿半女 心中很是愧疚,在公婆面前也抬不起头 相公那一房小妾,生下一儿半女 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啊 甘铁柱和妻子感情好 她的眼中容不下其他女子 所以一直推托,也没有纳妾 甘家老两口见儿子一直不肯纳妾 就以为是苏氏的问题 对她就没有好脸色,而且经常指桑骂怀 苏氏理解公婆的心情 也不怪他们,对他们就更加的孝敬 今早,苏氏去给婆婆王氏敬茶 王氏脸拉得老长,阴沉沉的 她端起茶就喝,刚到嘴边就把杯子摔在了地上 指着苏氏就破口大骂 你这个小蹄子,你想烫死我啊 看你长得人模人样的 怎么就这么没用呢 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 你来我甘家三年了 连个孩子也生不出来 你想让我们甘家绝后啊 我要是你,早就没脸再待下去了 苏氏在王氏面前一直都是小心翼翼 生怕惹她生气,她越是这样 王氏就越看她不顺眼 总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刚才的茶明明不烫 可王氏却骂她 她知道王氏是在故意找茶 但自己有愧,只能任由婆婆辱骂 苏氏吓得赶紧跪在王氏面前 一个劲得道歉 娘,是我不好 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 王氏瞪她一眼,一甩袖子 就气哼哼地走了 留下苏氏一人在那里收拾残局 就在这时,甘铁柱从外面回来 看见妻子跪在地上 一边哭泣一边收拾地上的碎瓷片 娘子,甘铁柱大步走到苏氏跟前 赶紧把她扶了起来 说道 娘子,这些活让丫鬟去做 你怎么能亲自做呢 说着就叫丫鬟来做 丫鬟站在那里不动 甘铁柱就很生气 正要上去训斥 王氏就走了过来 把丫鬟支走了 甘铁柱见母亲过来 赶紧就坐衣问好 王氏面若冰霜 说道 你跟我过来 说着就转身回房间去了 甘铁柱看了一眼妻子 就匆匆跟着王氏去了 刚一进门 王氏就大喝一声 跪下 甘铁柱突然被母亲训斥 就赶紧跪在了王氏面前 王氏冷声说道 你这个妻子有什么用 孩子生不出来 还想用茶烫死我 他已经犯了七初中的两条 赶紧把他修了 甘铁柱心理清楚 母亲一直对苏氏没有生下孩子而耿耿于怀 不孝有三 五后为大 其实他也感觉愧对父母 但他又舍不得妻子苏氏 于是就哀求母亲再等一年 若苏氏再生不出孩子 再休期也不迟 王氏说道 都等了三年了 要生早就生了 不能生再等十年也不行 赶紧把他修了 再娶一房 明年这个时候 我和你爹就可以抱孙子了 甘铁柱说道 请母亲再给我们一年时间 若生不出我一定休亲 绝不反悔 在他的苦苦哀求之下 王氏终于答应再给他半年时间 若苏氏再不怀孕 他必须休妻另娶 为了让妻子顺利怀孕 夫妻两个没少努力 听说哪里有医术高明的郎中 他们都会去拜访 可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动静 不过他们并没有气馁 发誓要在半年之内怀上孩子 他们听说城里来了一个江湖郎中 医术很高明 经过他手的病人都可以要到病处 二人就决定去看看 郎中就在城中最繁华的地段给人看病 甘铁柱和苏氏就一起去了 走到半路的时候 竟然遇到一个乞丐 那个乞丐说道 二位航行好吧 我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 甘铁柱从兜里掏出几个铜板给了乞丐 说道我要带妻子去看郎中 你自己买些东西吃吧 乞丐接过铜板说道 多谢了 我看你妻子根本没病 为何要去看病 甘铁柱没有回答老乞丐的话 就拉着妻子去找郎中了 郎中给苏氏把了脉 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就写了一个方子让他们去拿药 夫妻二人返回来的时候 又遇到了那个老乞丐 老乞丐说道 二位可是求子的 甘铁柱一愣 说道 你怎么知道的 老乞丐并没有解释自己是怎么知道的 而是说道 你们放心吧 你俩今生必定有一个儿子 也是唯一的一个儿子 夫妻二人一听喜出望外 甘铁柱赶紧问道 请问老伯 我妻子在这半年内可以怀孕吗 老乞丐思索片刻 说道 不能 因为你们的儿子已经出生了 老乞丐的话一出 夫妻二人都很惊讶 他们夫妻成亲三年没有一儿半女 这乞丐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这不是在胡扯吗 甘铁柱说道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和妻子成亲三年 未曾生下一儿半女 你怎么说我们已经有儿子呢 要是有儿子 我们也不会来看郎中呀 老乞丐说道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的儿子就在城隍庙里 赶紧去吧 这个孩子身体健康 聪明伶俐 将来必成大器 夫妻两个听明白了 老乞丐是让他们去捡一个儿子 可甘铁柱根本不信 就说道 你是在骗我们吧 乞丐说道 你们二位都是善良之人 我为何要骗你们 赶紧去吧 那孩子还在哪里等着呢 再去晚了 就被别人抱走了 夫妻二人半信半疑 就一起去了城隍庙 刚走到庙门口 就听见有婴儿的啼哭声 二人赶紧顺着声音找去 果然在一个墙根处 看见了一个婴儿 看起了有一两个月那么大 长得白白晶晶的 苏氏赶紧抱其墙堡中的婴儿 说来也怪 孩子被他一抱就停住了哭泣 还冲着他笑 苏氏看着可爱的孩子 心都被他融化了 好乖好可爱的孩子呀 苏氏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甘铁柱赶紧掀开 孩子的包被子一看 果然是个男孩 他又想到老乞丐说的话 觉得很神奇 说道 那个老乞丐不是一般人 苏氏说道 若按照老乞丐所说 咱们今生就这么一个儿子 言外之意就是咱们 不能生出自己的孩子了 甘铁柱听了妻子的话 也很担心 他担心父母不会同意要这个孩子 如果妻子半年内不能怀孕 他就必须要休掉妻子 这孩子到底要还是不要 他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夫妻二人心地善良 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孩子 商量了一会儿 就决定把孩子抱回家去 回到家里 二人就抱着孩子去拜见父母 甘原外和王室看见二人抱着个孩子回来 也是一头雾水 甘铁柱赶紧说道 爹 娘 这是你们的大孙子 王室一听就更猛了 说道 你胡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 有一个大孙子 我怎么不知道 这孩子到底是哪里来的 甘原外犀利的目光 从二人脸上扫过 说道 说清楚 这孩子到底是咋回事 甘铁柱就把老乞丐的话 以及捡孩子的经过对二老说了 甘原外听了觉得蹊跷 但他并没有作声 王室却说道 这一切都是那个老乞丐搞的鬼 你们两个也不长点脑子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赶紧把这来路不明的孩子送走 我甘家要的是自己的血脉 而不是随便在外面捡一个 来冒充我甘家的骨肉 让外人知道了 还不笑掉大牙 甘铁柱说道 娘 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呀 我们就收养他吧 说不定这孩子能带来好运呢 明年你就可以抱上 自己的亲孙子了 苏氏也希望能留下孩子 但他知道婆婆讨厌自己 也不敢说什么 免得再遭受一顿嘲讽 王室嫌弃的目光落在苏氏的脸上 自己生不出孩子就让位 不要站着毛坑不拉屎 我还没有老糊涂呢 这么大的家业 是不可能留给外人的 甘原外坐在太师椅上 说道 把孩子抱过来让我看看 甘铁柱赶紧抱过孩子 送到父亲面前 甘原外仔细看了看他怀中的婴儿 只见那婴儿长得白白胖胖的 眉眼俊朗 心中也很是喜欢 就说道 留下来吧 甘铁柱夫妇一听 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他们看着孩子 越看越喜欢 甘铁柱说道 爹 您就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甘原外说道 就叫甘宗杰吧 甘铁柱夫妇一听赶紧道谢 儿王室的脸去拉得老长 说道 老爷 你糊涂了 这可不是攒甘的血脉 怎么可以 甘原外没有说话 就起身出去了 尽管王室一万个不乐意 但这个家里还是有甘原外做主 他也没有办法 就一脸嫌弃地说道 赶紧抱走 别让我看见他 夫妻二人把孩子抱回房里 苏氏说道 这孩子长得可真是漂亮 他父母怎么就这么狠心呢 甘铁柱说道 也许人家有苦衷吧 说明这孩子与咱们有缘 要不咱们到哪里 得一个大胖儿子去 王室本来看苏氏就不顺眼 如今又捡回来一个孩子 对他就更加讨厌了 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没有一处让他满意的地方 本来该丫鬟婆子做的事情 王室也让苏氏去做 苏氏任劳任怨 从来没有说过二话 尽管这样 王室还是找各种理由来羞辱他 苏氏心里委屈 但他从来不对丈夫说 因为他知道这一切 都是因为他没有为甘家生下孩子 眨眼半年职约就到期了 王室就对甘铁柱说把苏氏休了 甘铁柱说道 娘 虽说我妻子没有怀孕 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王室说道 那也不行 那孩子不是他生的 我不认 你赶紧休了他再娶一个 甘元外说道 孩子不管是不是他生的 都叫他娘 孩子也姓甘 休妻的事就算了 不过必须要那一房小妾 再生几个孩子 王室心中很生气 但听到丈夫说 让儿子那妾也就同意了 说道 不休妻也行 赶紧那一房小 给甘家传宗接代 事到如今 甘铁柱见母亲让步 也就答应了那妾的事情 很快 王室就为他物色了一个小妾 这女子叫王彩莲 十八岁 是王室的远房侄女 她嫁给甘铁柱坐小 也算是亲上加亲 王彩莲生得肤白貌美 大长腿 犹如画中走出的仙子一般 但与苏氏比起来 还是相差很远 不过王彩莲很争气 成亲一个月就有喜了 王室说道 彩莲是咱们甘家的宝贝 所有人都要以她为主 要是让她受到半点委屈 我绝不答应 丫鬟婆子们赶紧表态 一定好好会伺候一太太的 王室看着苏氏说道 你没有听见吗 苏氏赶紧说道 是 婆婆 我会照顾好彩莲妹妹的 好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也就放心了 王室说完 就拉着王彩莲走了 王彩莲仗着王室对她好 仗着自己肚子里尤宰 就对苏氏指手画脚 呼来唤去 明明该是婆子丫鬟们做的事情 她就是让苏氏来做 苏氏小心翼翼地做完 却又被她各种嫌弃 还去找王室告状 王室一听就大发雷霆 把苏氏数落一顿 甘铁柱心疼妻子 但也不敢为她说话 毕竟王彩莲肚子里有甘家的种 如果惹她不开心 王室就会不开心 王室不开心 全家人就会不开心 娘子 你就再忍一忍 等她把孩子生下来就没事了 苏氏如今有了自己的儿子 虽然不是亲生 但胜似亲生 她心中有了希望 一切苦难对她来说都不算什么 她相信总有一天 会守得云开见月明的 苏氏说道 没事 我能忍 相公就放心吧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王彩莲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婴 甘家上下都喜气洋洋 大摆宴席庆祝 王彩莲母平子贵 她虽然只是一个小妾 但在甘家的地位远远超过正妻苏氏 王室宠着她 下人们都对她巴结献媚 苏氏就如一个老妈子 被王彩莲呼来唤去 没有一点尊严 后来甘园外离世 王室就成了当家人 她把王彩莲母子宠得无法无天 他们就更加猖狂 天天挤对苏氏母子 甘铁柱对苏氏说道 咱们夫妻这么多年 你也没有为我生下一儿伴女 我一直没有修你 也算是人之意尽了 她又对甘宗杰说道 你是我从外面捡回来的 如今已经把你养大成人 你就自己去寻找活路吧 你的母亲就交给你了 甘宗杰跪在地上 给甘铁柱磕了三个响头 说道 多谢父亲的养育之恩 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甘铁柱却不耐烦地说道 赶紧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苏氏母子走了之后 甘铁柱就把店铺里的生意 交给了甘家王 王彩莲又把她的亲戚珠三 叫来做了店铺掌柜 经济大权决定家庭地位 如今甘家的经济大权 掌握在王彩莲母子手里 他们就是家里的老大 什么事都是他们说了算 甘铁柱也落得清闲 什么都不过问 每天就是吃饭 睡觉 街上溜湾 有时候还会出外游玩 一去就是一个月 甘铁柱不在家的时候 朱三就会大摇大摆地出入甘家 甘家王对她也很是恭敬 往事看到就觉得不正常 把王彩莲叫来问话 如今的王彩莲翅膀硬了 根本不吃她那一套 说道 你儿子就知道躲清闲 什么事都不做 你孙子又太年轻 经验不足 如今店里的生意全养账猪掌柜 她来家里就是汇报生意上的事情 王氏听了也是半信半疑 但她知道自己的分量 如今王彩莲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 只能等儿子回来再说 可还没有等甘铁柱回来 王氏就出事了 被朱三他们绑了起来 原来 王氏怀疑王彩莲与朱三有染 半夜的时候就悄悄去窗户下偷听 结果就被朱三发现了 用绳子把她绑了起来 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把她宰了 朱三说道 王彩莲说道 然后把她扔到河塘里为鱼 往事听着二人的对话 吓得浑身直哆嗦 怒道 王彩莲 要不是我让铁柱纳你为妾 你也不会有今天的好日子 你不但不敢恩 还恩将仇报 赶紧把我放了 王彩莲说道 老太婆 你把我嫁给你儿子 就是为了抱孙子 如今你孙子长大了 你也死而无憾了 没想到你是一个如此恶毒的女人 我恶毒吗 我再恶毒也没有你恶毒 你害死我姑姑 代替她嫁到了甘家 甘家的一切都是我姑姑的 竟然被你窃取了 你享受了几十年 也足够了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王氏与王彩莲的亲姑姑是堂姐妹 本来甘园外的未婚妻 是王彩莲的亲姑姑 王氏为了嫁到甘家享福 就害死了王彩莲的亲姑姑 王氏听王彩莲这么说 就变了脸色 说道 你胡说 这是谁告诉你的 王彩莲说道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就在这时 房门突然被踹开 甘铁柱就带着一群人进了屋子 王氏一看儿子出现就喊救命 王彩莲和朱三吓了一跳 想要逃跑 但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原来 甘铁柱早就发现了王彩莲的不对劲 她怕苏氏母子受到牵连 就把他们赶走了 其实她早就在外购置了宅子 为苏氏母子做好了准备 她时常想起那个老乞丐的话 那个老乞丐说她这辈子只有一个儿子 就是甘宗杰 她就怀疑甘家旺不是自己的儿子 于是就秘密调查 果然查出甘家旺是朱三和王彩莲的儿子 牙医们不但抓住来了王彩莲和朱三 也把甘家旺抓了起来 王氏一看自己的宝贝孙子被抓 气得直骂儿子 事到如今 甘铁柱就把实情告诉了她 王氏一听急火攻心 一口痰卡在喉咙里就一命呜呼了 王彩莲和朱三一家三口被判刑 秋后问斩 甘铁柱把苏氏母子接了回来 一家三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后来 甘宗节考中状元 朝廷让她在京城任职 一直做到宰相 她对甘铁柱夫妇很孝顺 为他们养老送终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观看